7月6号上午开始,甘肃敦煌市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天气,强降雨一直持续到7号上午,强降雨导致墨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通往墨高窟窟区方向9公里处的大桥被洪水冲毁,前往墨高窟的道路一度中断,为确保景区文物及游客的安全,7月7号墨高窟暂停开放,经过近19个小时的连续抢修,7月8号凌晨30,水毁路段已全线抢通, 7时30分开始,墨高窟恢复对游客开放 据气象资料显示,敦煌1981年至2010年30年平均降水量为42.2毫米,而日前敦煌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墨高窟达40.4毫米 此次降水相当于一天把往常一年的降水集中下完 受此次降雨影响,墨高窟及其姊妹窟、榆林窟、西迁佛洞等三处石窟部分崖体有碎石下落 窟区地面积水较多,洞窟空气湿度偏大,文物安全整体稳定,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文物受损 据介绍,鉴于墨高窟、榆林窟和西迁佛洞三处石窟的栈道积水、崖体落石,洞窟空气湿度偏大 敦煌研究院及时启动洞窟暂停开放应急预案,并向社会发布三处石窟暂停开放公告 为造成游客滞留,7日13时许,榆林窟西迁佛洞均已恢复开放 敦煌研究院称,至7日傍晚,墨高窟窟区积水落石已清流完毕 文物安全排查、窟区道路清淤、游客安抚疏导等各项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 墨高窟文物安全暂未受影响,同时坚持24小时严格对墨高窟洞窟文物进行监测